Hello,大家好,我是Boy 今天跟大家講一個非常好玩的主題叫做 在購員用single flight的方式解決快取積穿 也就是catch hotspot invalid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是怎麼產生呢? 我們來看一下底下這張圖 這張圖就很簡單,就是我們平常會用的一個web application的架構 首先我們會在前面建一個web service 那麽比你是用coblanes架出來的,或者是用什麼方式去 大根compose去騎起來的 那後面會肯定去接一個簡易的radius的catch 那作為我們直接去 直接去查詢relation.dee.db的前面的一個中階層的catch 那這邊會問題層會出來哪裡呢? 也就是說當我們會把一些熱點的 資料用radius的catch方式同一把key去把它存起來 那這樣我們大量請求進來的時候呢 我們就直接去從radius的catch這邊拿資料出來就好了 我們不用一直去 透過2這個步驟一直去跟db要資料 那這邊會遇到什麼問題呢? 假設呢我今天這個熱點好了,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的key呢,突然 一個小時之後就到期了 那到期之後呢,你會發現它突然消失之後呢 我們再從web service呢 它就直接會直接跳過去radius的catch方式 直接去找到relation.dee.db的方式去 大量的請求 那你可以想像說,那我今天同時有1萬個request進來的時候呢 當我這個race的catch消失的時候呢 你就會有1萬個request直接打進去relation.dee.db這一塊 所以呢今天我們最主要是要跟他探討一下說 我們在購源裡面 有提供一個非常好用的package叫做single file的 那它怎麼去解決掉這個問題? 好,那在講解之前呢 那首先呢我們先要先來模擬一下 我們怎麼樣去複製一下這個問題 我們去模擬一下快取的集穿這個問題好了 那很簡單呢 我們就是要寫一個很簡單的catch 很簡單的catch 那這個catch非常簡單 我們就不用radius來demo了 我們直接用簡單的catch 那這個catch很簡單 我們就直接設定一個 這個map在go裡面去寫一個map 那這個map會有key跟value嘛 那我們一樣是key可能就是一個文章的id好了 那value就是它的內容 那很簡單我們這邊就 我們就取一個get跟一個set 那set的話就是我們當我們 從db裡面拿資料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catch呢給寫進去 那get的話就是我們剛開始我們也會先去 從catch裡面去看看說這個資料存不存在 如果存在的話我們就直接return 那假設不存在的話呢 我們就是回覆不ok這樣子 好 那這就是很簡單一個catch的方式啦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透過go loop的方式去 看一下說怎麼樣去找到這個 快取的問題 好 那我們先來demo一下好了 那首先呢我們就直接下go run go run 好 好我們先自信一下 試上看了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最早的這個這個地方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邊 好 在我們沒用singify之前呢 你會看到說我們看到有幾個訊息非常重要 第一個就是我們打了五個request 這個request分別是01234 那這五個request都是打到同一個id為1的文章好了 那你會看到說我同時五個答件說 你發現有兩個是命中的catch 然後有三個是不命中的catch 所以講 所以從這個訊息我們看一下說 總共有三個連線方式會直接 進到db裡面去拿這個資料 那我們拿回來資料就很簡單 就是下面是拿回來資料的訊息啦 那就五筆拿出來的都是一樣的資料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這個裡面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首先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single fly我們去複製一下這個問題 首先我們一樣 在這邊我們很簡單我們就是 跑一個for回圈 當然我們也是用 購園裡面的go routine的方式去執行一下 直接P情況去做request 那我們卡 我們這邊直接用go go routine的方式去go function去做完這件事情 好 那你會看到我們這邊關鍵點在這裡 我們從db裡面要去拿這個文章 那文章的id為1 那我只把這個request的數字給存進去而已 以便我方便之後 這邊就顯示request的number 好那我們接下來我們就去看一下這個get article裡面就是怎麼寫的 好我們進去之後呢 get article在這邊 在 db這層 好 db這層我們看一下這邊怎麼實作的 那這邊很簡單 我第一個步驟就是 那就是我要去從catch裡面拿這個id的資料 那當我拿回來之後呢 這個data呢 不是neal的時候呢 我就直接回圍 我可以從catch裡面拿到這個資料了 那這個catch裡面就其實很簡單 這個裡面的話就是 直接從這邊 我只要判斷這個map裡面有這個key子的話 我就retain他的值回去 給他這樣子 好 那我們回到這邊來 那這邊就很簡單 第一個步驟 那第二個步驟就是看說 那我 你會看到有打印出了這個missing cache的部分 那就是他要去後面的db裡面去拿 那我們這邊就不模擬db了 那我們就直接從 我從db裡面就拿出這樣的資料之後呢 我就把它寫回去catch裡面 寫回去catch裡面 我就retain這個資料 好 那這就是我們最簡單的一個方式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那這邊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說 這邊 怎麼去 知道說 我為什麼會去missing cache 所以這邊我們要解決問題就是說 當我們理論上我們用 get article之後呢 理論上 假設我 同時間 打5個lookers進來之後呢 我想像是說 那是不是能 我打一次 我打一次db就好了 那剩下的4個連線呢 都其實就等 等一下這個 第一個連線去 把資料拿回之後呢 我再分散回去 給他 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這邊來稍微 改一下 那我們就是用single fly的方式去做完這件事情 我們看完這文章 那這是我剛才講的 用購物電方式去 解 去 模擬這個問題 好 那 你會看到我們產生的資料 那我們正確的 我們正確的訊息 理論上應該是要 應該是要長什麼樣子 就是下面這個地方 我們用single fly的 拿到的結果應該是要像 類似這樣的概念 就是 我只要有一個missing cache 只會有個missing cache 那missing cache的話 基本上就是 我不管是什麼哪個連線 就其中有個連線呢 他就是會去 從db裡面拿資料 那其他4個連線呢 就是等 等到他拿回來資料 我就一起再把資料給 換回去 所有的連線 做request進來 好這是我們 這是我們最終想要舉的目的 是正常訊息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到說 當我使用single fly的方式呢 理論上你會看到說 他理論上是要像長這樣子 才是正確的 就是我們missing cache 只會有一個 然後呢 其他部分就會有 其他部分就等待 好 那這是我們最終想要的目的 那我們看一下怎麼去實作 這一塊 那我們就是 用 single fly的這個是 購源內建的 套件 去做完這件事情 那很簡單 他其實就是 我們在engine這邊就實現了一個叫做 single fly的grouper 那這個grouper我們待會再細細部講一下他的 他的實作方式 那用法就很簡單 就是 他有一個function叫做do 那個do呢 你就給他一把key 那給他一把key之後 接下來就說 你後面的function 就是只做一次 就是 同時間進來之後呢 同一個時間點進來 假設這個時間的連線 同一把key呢 這個function的 沒有回傳的話 我們就全部就一起等待 好所以你看他說 我在這裡面就直接 寫說 我第一個 我只要有同時間進來的 我只有一個連線 會進到這個function裡面去 下這個db的query 所以我在這邊 直接在裡面寫missing catch 所以我們在用single fly的時候 我們就是 有一個requist一定會出現這個字眼 其他requist都不會有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 模擬的方式 我們就是 等100ms 等missing catch才會拿回來的資料 所以你會看到說 我接下來都不會有 catch裡面都不會有任何指 catch都要不會有任何指的狀況底下 我就全部都一起等待 不會出現多個missing catch的方式 好這就是我們簡單 很方便的時間方式 就是 你只要把key給定義好之後呢 把你要做的事情 定義成一個function 這一個function 要做的事情定義一個function 所以基本上 所有其他的同把key的連線呢 都會去等待這個function執行結束之後呢 才會正確的拿到正確的資料 好 這是我們簡單的imprint方式 所以你看一下 我們其實只要引用的single fly的 這個package 然後很簡單的用這個do的方式 就可以做完這件事情 好 這次我們用這個single fly去解決掉 這個問題 好 修改成本 這我們剛才提過了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除了這個do之外呢 你要想一下 大家有個情境就是說 假設你沒想過同個100個request人呢 同時去撈取 快取中的資料 但是 讀取資料庫的連線呢 他可能需要花很多時間去處理 比如說好了 他可能 maybe要500ms 或者是 maybe有時候資料庫出現什麼問題 或是 什麼樣的情境之後呢 他可能maybe 可能 maybe到5秒10秒 那這樣的話呢 你會發現說 那我這100個的請求連線呢 全部都在等這個5秒跟10秒 那你們會有一個情境說呢 有一個情境是說呢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什麼方式的去 解決掉這個機制 就是說 我可能 maybe說我想像是說 user呢 不能等這麼久 那我可能 maybe說 我超過3秒 就直接回 給user 就直接回給web說 已經超時了 你可能待會再進來連線 好 那這個方式呢 我們就很簡單 可以用single single flight 裏面的gooper 也叫做 do channel的方式 去解決到問題 那 底下是修改的程式嗎 很簡單 就是 我們可以 透過這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 其實 do chain這個東西呢 拿回來之後呢 他retend 只是一個 在 go裡面的是一個channel值 那這個channel值呢 你就可以跟 你就可以再使用 go元裡面的slack 那 加上一個time timeout的機制呢 就可以知道說 當我 在多久的時間之內呢 沒有拿到這個資料的時候呢 我就直接 回給user timeout 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解決掉 所有的連線都卡在這裡 那user也有拿不到任何的回覆 那user也不知道問題點在什麼地方 所以 go元呢 他提供這個內建的 方式 叫做do channel 方式呢 讓你可以去拿回這個channel值 那你只要去 寫一個方式 寫一個 用slack的方式去寫 去接收 另外一個超時的機制呢 就可以去解決到這個問題 好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代碼 所以你看到 假設呢 當我們使用single file的 的do channel方式呢 其實他這邊就可以看到說 我當我第一個 我第一個呢 我第一個就是 在這邊 do channel方式 這邊呢 我其實我就設計了一下 我在裡面呢 我就執行了 我就是 停了 115的mini second 好 停了115mini second 可是呢 我在 下面呢 超時的機制呢 我是這麼設定的 就是可以大概三面這邊可以看一下 我可以設定說 我是從 10 一直loop到15嘛 但是呢 我的超時機制我就直接乘以10 就是 第一個連線呢 我只能 我只能等 100mini second 第二個連線我等了110mini second 到 14的話我就等了140mini second 所以呢 當我的 db這邊呢 只能等115秒的時候呢 150mini second的時候 你會看到在這邊呢 我第一個步驟一定是messing catch 那這沒問題 他一定是進去 進去裡面中了 接下來呢 會有幾個連線 你會看到 那個 超時的機制會在這邊 第14個連線呢 他處理的 第四 這邊 超時的機制這邊3好了 Request是 11 那11的話就是 110mini second 他只能 他只能等待110mini second 但是呢 我的db需要 115mini second 所以他超時了 所以基本上這邊就印出了 Timeout id為3 那Request為11 11的話就是 他只能等待110mini second 那我們db呢 需要處理 115mini second 所以 這個機制用sack機制呢 就解決掉這個問題 好 所以 所以你要想一下你自己使用的情境 會是 怎麼樣子的 好 所以 這邊的話其實就是正確的方式就是 看到這樣子的 結果 那跟我們看到的是一模一樣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 看一下說 那個single flight 到底是怎麼去實作 這個功能呢 很簡單 我們是從 我們上面剛才講過 Due跟DueChannel的方式嘛 我們來看一下 Due的是怎麼去實作的 那其實很簡單 它其實裡面一樣是 它有一個 MapStream的 Core 這個 Mapping好了 好第一個步驟呢 當我的 我會心拍到說 這個key到底存不存在 如果假設已經存在的話 那我們就是去等 這邊有個waiting group 我們去等 等這個 等這個 它的方便處理完之後呢 它才會拿到資料 所以 基本上它就是等 它就會卡在這邊 它就會卡在這個步驟 去等 那 假設呢 我今天的這個key不存在 那就是它第一次點線進來 那我們一樣 我們就是這邊 我們是一個 另外一個call 然後我們在waiting group設定為1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key子給設上去 那它的call的方式是什麼 我們就把它在這邊寫進去 那當然這是用 MuteTest的lock方式把它做完之後呢 我們就去call 這個docall call這個方式 那call這個方式呢 其實基本上它就可以回 就可以拿到這個回傳值 它就基本上在這邊等嘛 等這個call方式做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拿到正確的結果 那這是第一個連線 它就是走到這邊來 那假設呢 你是第2個第3個第4個第5個 同樣同時間進來 同一把key連線進來 它就是一直等在這裡 它就一直等在這裡 等到所有資料拿到之後呢 這個處理完之後呢 它這個就放行 放行那 它就是可以拿到 這個 c.value這個值 好 那這就是很方便去解決掉這個問題 好這個do的方式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不細講了 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這個blog 那就我剛才講的方式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 do channel呢 它是怎麼做的 很簡單 程式嘛 完全一模一樣 它這邊的只是說 喔好 那我今天接下來的話就是 在這個g.do code的時候呢 即使用勾入列方式 讓你可以拿到這個channel 所以 基本上 改變的值就是 我基本上 我就是從這邊 去make這個 make一個 channel buffer為1的 這個relaught值 那你就可以拿到這個channel值嘛 那channel值那很簡單呢 它其實就是 拿到 拿到這個 拿到這個值呢 它就自動幫你寫回去 寫回去 你看到這邊 這邊有個 宣告一個channel嘛 那這個channel呢 它只能去寫 寫這個relaught 寫這個relaught 所以基本上 這個do channel裡面呢 它就會去 把它 後來原本的值呢 給寫進去 這個channel裡面 所以呢 基本上 它就可以用勾入列方式 去背景去 等待 等待這個事情 然後基本上 你就可以拿回這個channel值 那當然啦 如果是key存在的話呢 它基本上就是 把 這個 這個連線 它所需 它所需要的這個channel值呢 把它append進去 這個channel裡面去 因為這個channel裡面代表說 你假設有100個 同樣key值的連線進來 那它就是裡面就有100個字 那當我拿到資料之後 它就會同時把這個資料給 全部給打 進去這100個channel裡面 那這樣這樣100個連線都可以拿到原本 一樣的資料 好這就是一個 do channel方式 那底下是一些中文的解釋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那 當然是跟我講的應該是一模一樣的事情 好 那這個除以完成之後呢 接下來的話就是 就是大家講一下說 SingleFly它其實在go1.18 已經 需要被加入這個泛型的資源啦 就是go1.18之後 SingleFly已經要被加入這個泛型的資源 所以 基本上 你就SingleFly的不應該是這樣寫的 而是要用 就是類似這樣 K comparable VN的方式去這樣寫 但是因為現在 go團隊的 這個blade 它其實有提出這樣的想法 那自己 它自己弄得在這個 它的tail scale 這個產品裡面去 但是go的官方呢 還沒有把這個SingleFly的加入泛型 那因為還有一些討論啦 所以基本上大家可以點一下這個連結去看一下這個 裡面其中的想法是什麼 那大家可以去後續可以參考一下 那底下呢 其實就是 基本簡單的用泛型的去 去把這個 全部的架構再重寫一次 那其實很簡單就是 在這個catch跟android的方式呢 把這個機制給重寫一下就可以了 那其實好處就是說 當我這邊呢 當我這邊 在做這個 行別上的轉換的時候呢 我就不用用interface 再去轉一次行別 我們就可以直接拿回這個 這個資料的格式 好 所以呢 那大家我這邊大概講一下自己的新的感想 就是 應該這樣 這個SingleFly其實解決掉 蠻多 解決一個蠻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 它可以讓你在同一時間內 把這個大量的request呢 給 keep住 讓你不會去直接 直接的去 對後面的service 或是對後面的db 去做大量的連線的動作 所以這個呢 其實可以保持的 讓 高承載高流量的問題啦 所以 我覺得這個SingleFly是 大家必須要知道的一件事情 那裡面的實作細節 我相信也可以值得 大家去 參考看一下 那這個是處理一個 緩存 就是 緩存被擊穿的問題就是 catch的 Hotspot invalid的問題啦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是 非常重要的 那之後他可能有時間再跟大家講一下 之後一些catch相關的機制 那希望大家能 能對這個 對 對這個影片有更深入的 了解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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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